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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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位网友您想不断地关注田老师的一些节目 也请您继续收看我们的百集的系列讲座 在今天的每日议题当中 想跟田老师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通常谈到艺术的时候 经常要用雅俗共赏这样的一个词 来形容某一种或某一位艺术家 那在书法方面怎样体现雅俗共赏呢 关于雅俗这两个字啊 其实很难划分 什么叫雅 什么叫俗 但是呢 大家总体上都有这么一个概念 比如说一些个文人默课啊 一些个学人才子 通称为叫做雅士啊 哎 还有一些个那个呃文化水平低 这些人都被认为是凡夫俗子啊 这样 实际上呃 大家在这方面都有一个基本的共识 比如说一种美好的东西 它必然能被多数人喜爱 但是又往往一种高雅的东西 不被多数人在开始阶段出信上 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 渐渐扩而大致 才被多数人所赏识欣赏 大家知道这样两句话 叫做阳春白雪 喝者盖瓜 啊 这个很多的高雅的东西 刚刚出来 特别是呃 还没有流传广泛的时候 很多人不能理解 听不懂 嗯 嗯 嗯 到现在也是这样 比如说昆曲啊 昆曲 啊 昆曲属于国宝 但是很多人听不懂 听不进去 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有些个艺术是可以亚素共赏的 比如金剧 金剧无论多么高的文化水平的一些个大师级的人物们 也喜欢金剧 那些个木不诗丁的老太太 或者过去当时说的木不诗丁是在岁数很大的一些人群当中 就说在老百姓当中 也很多很多的人喜爱金剧 这似乎跟文化水平没有关系 但是欣赏的高度 欣赏的角度 欣赏水平也都有差异 但是应该说它是亚素共赏 但是最后你问到 说书法这个问题 是不是能做的亚素共赏 我对大家说 真的很遗憾 书法很难做到亚素共赏 尽管有很多的人都在这方面努力 让学人才是也看着好 让一些个文化水平很低很低的人 看着也非常爱 这样做实际上很难做到 你知道有通俗歌曲 我对这方面是个外行 但是我知道有这么一种形式 叫通俗歌曲 什么通俗唱法 实际上没有通俗书法 是吧 有流行书风 那种流行书风 就是有弊病的东西 他就谈不到亚 流行书风本身就不亚 所以他往往通俗 真正亚的东西 像赵孟福 欧阳寻 燕真卿这些东西 往往不同俗 所以真的就是说 在书法当中 有时候古人谈话 就非常以强硬的态度 批判俗 比如像荒庆坚 宋代的大甲 荒庆坚他就说了 他书法当中 为俗不可一 就为俗 就是只要你俗 为俗不可一 就是俗 如果你自写出来俗气的话 这是没治的 所以在书法界当中 特别强的读书的作用 你想 想这个把俗治好了吗 所以过去又有这么一句话 叫做 善读可以依余 就是经常读书 可以治你的傻劲 治你这个俗气 能治这个东西 就只有多读书 所以书法当中特别强调 他跟任何一门艺术不同就在这 你必须多读书 而且甚至有些个书法家 一生当中以读书为主 以写字为符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所说的 这是雅与俗的关系 跟其他艺术门面并不相同 因此不要以为大多数人都说他好 他就好 以这个数量来求得 他是不是雅还是俗 不许这样 这样不好 比如说 我爱下中国 下棋 爱下棋 在下棋的时候 经常感到这样 就是说多数人说的很可能是错的 比如说摆出一个棋士来 他们有一百个人 看完棋士都说 肯定是红黄胜 而都督有一个高棋 他看完之后 他马上断定这棋 红棋必负 而黑子必胜 在这个时候 别人常常认为 这个人瞎说 一百个人都这样说 他单单说虞理 实际上最后落实下来 经过掩饰 还是高棋 一个人说的对 这就是说不能以多数人 他们的审美 去决定这个东西的生命 不是这样的 所以雅与俗的这个关系问题 很奥妙 但是往往写好字的人 渐渐渐渐的经过历史的这么一个认可 历史的延续 慢慢的被大家公认 因此说书法是周期性非常长的东西 一时认识不到 渐渐渐渐会认识到 比如说当初翻高的画 他在活着的时候 他很不被人重视 他死以后大家才知道是一个顶级的这样一个大画家 比如说京剧界的杨宝森 他在生前 真的他唱戏观众很少很少的 他卖票的这个这个 价钱很低 而且人数极少 在他死以后 几数年以后 越来越红火 现在的薛老生的演员超过任何一个支派 大家公认央派是非常之高的一门流派艺术 这就有一个历史的认可 所以一时之间的哄托 有时候觉得大家都在说好吗 这就是引起来 凡夫俗子的一种这种呼应 实际上 书法是需要时间 用历史去考验 特别是死了以后 才能慢慢慢慢的被大家给予认可 或者否定 活着时候 可能贫富增加 贫富增加 孙国庭书谱当中所说的一句话 贫富 凭着富加的条件来增提高 增加他的书法润格和价值 实际上这就是金融炒作的过程 所以贫富增加 是孙国庭特别提出批评的 说这些人因为活着时候贫富增加 到死以后 人亡夜损 到死以后 人亡夜损 人死了 他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事业 或者这个职业 也被大家否定 否定他原来被大家认可的那种功绩 那种成就被大家推翻 历史的生命也是非常短的 所以历史的认可是严酷无情的 因此我们说亚俗共赏这个人 在书法当中应该尊重大家的意见 但是必须要尊重慧言 有些人一看就知道 一篇苏东破产的字 老百姓很可能不喜欢 写的什么呀 零零乱乱 潇潇散散 可是行家高手一看 哎呀 满篇都是书卷气 满篇都是胸怀和抱负 能看得到 那是大手笔 但是这些东西 往往一时不能被大家认可 渐渐从行内人 慢慢可以认可 但我们现在所说的 又必须得承认 有些个好字 因为它需要有共性 有些老百姓认为好的 也都必须尊重大家的意见 并不是说你没研究书法 你就说出话都是外行话 你都是错的 也不一定 因此有些个好字 也确实是内行人说好 外行人也说好 但是内行说好 是有另外一个高度上的认识 外行说好 可能你符合一个基本的书法道理 在浅显的角度上 你也符合大众的目光审美 因此说好 也不能说因此而就是说 我否定大家的看法 不能这样说 可以实现亚俗共赏 可以某些方面 某种程度上亚俗共赏 但是书法毕竟是一门高雅的东西 不能以俗人眼睛为最后的定论 小老师 在今天的美之一字节目当中 您将给大家讲解和示范哪一个字呢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寿字 这个寿字就是浮寿的寿 寿命的寿 我们先写一个凯数字 让大家看一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样一个寿字 这个寿字在解体上有哪些要求呢 首先告诉大家 这个寿字是非常难写的 写好这个寿字 纯属于基本功的一种表现 基本功扎实的 这个字写起来并不难 如果基本功不扎实 寿字是写不好的 关键是这个字的结构问题 看来它在竹笔方面呢 并不十分的明显 应该是中间的这一长横 这是这个字 乘上起下的一个关键笔划 但是呢 注意到最后这个竹笔 就是最后这个寸子这一竹笔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笔 这个字最后没写好 全字就失败 难度还不都在这里 就是这些细致的排列 这个字的横画太多 它这个排列 这些排列必须得准 而且这么多的间距 要排列整齐了 也不是容易的事 我们这是要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这样写这个寿字 不是一个规范字 规范的那个寿字 在凡曲当中 是这个字 是这样写 好吗 对 很好 是这样写 但是在 我们所见到的古碑帖当中 这样写的极少 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 如果你查前面这个字 在字典查不到 就是按规范字查不到 就按这个字来查 就是上面这个布首 查这个布首 就能查到这个瘦字 现在我们说呀 常见的碑帖这个瘦字 因为是前面这个字这样写 所以我们拿它来做示范 告诉大家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瘦字 这个瘦字的难度呢 除了兼具之外 还要注意到一点 就是 我边说给大家演示 注意看 注意这笔 不要探出太远 这笔不要探出太远 而且这里的横画 都要相对的平 不要倾斜度太大 倾斜度太大 以后呢 就看着这个字的间距上 不对了 另外 另外这下边这个口 一定要和这个上面的一横 远近差不太多 不要让这一横出来太远 到这儿来 这就不好 啊 让它近一点 这一笔下来以后 注意 这一长横要远 要长 这是写好这个字的关键地方 就是这几个龙当 不仅要云 而且呢 要注意这个地方和这儿 保持相对的平整 不要把这一笔探到这儿来 探到这一笔来之后 有什么问题呢 两个长横互相重叠 显得这个字 没有主次之分了 这是要注意的 好 我再写一遍这个数字 给大家看 这些排列要相对的密集 这一长横必须有力量 清得住笔 写出来要有味道 只写平了不难 写出味道了不容易 是这样 这个寿字 寿字啊 珍草 利传 各种写法 太多太多了 不是我们以前讲的其他的字 其他字可能有三种两种 四种五种 但这个寿字 大家知道有百寿图 但是传书当中 远不止一百种 很多种很多种写吧 这个寿字 但是呢 那种啊 用传书写的百寿图 带有一种公义性质 书法味道不浓 虽然有时候看来 红纸金字写了一百个寿字 当然也有一定书法的意义在里面 但是就说 更多的接近于美术 因此呢 比较有成就的书法家 不经常搞那些东西 而带于一种公义性质 但是书法家们对于这个寿字的写法 也有很多种 在传书例外 传书 我们不说了 就单摊到楷书兴书 也有很多写法 但大致上 我们写的这个寿字 应该是最常见 最实用 最广泛 注入法则也最多的一种写法 因此大家 首先把这种寿字先写好 一点点在扩而大致 这是我们讲的楷书这个寿字 我们下边呢 谈一谈呢 关于这个行书的寿字 行书的寿字 大体上和楷书差不多 一般的说呀 我边写边给大家讲 注意看 这里边 在这个地方变作两个点 省略中间一个口 然后 这也是长横 是这样 所以我们看一看 这个行书的寿字呢 肩价结构大体 与楷书差不多 我们稍稍地按正常速度 给大家写一个行书的寿字 看啊 我们这样写这个寿字 稍稍近乎一点赵体字 就是赵木斐这种书体的字 稍稍近乎一些 不完全是 但是呢 因为赵体字 写比多一些 有些朋友 并不大喜欢写比太多 加一些个棱角的笔画 是可以的 我总是这样说 有棱角的笔画 显得力度强一些 呃 写比多的 这个字呢 显得流畅 各有各的意图 不要站在这个角度 去攻击那种写法 啊 比如说 呃 我就喜欢方笔的 然后有写比多就说 啊 这个是媚若无骨 呃 不要这样说 拜豪话 啊 这个写比多的 写比的特点 啊 方笔多有方笔的特点 在新书当中 无论如何 要以写比为主 过多的使用 这个方笔 显得新书胜硬 而且速度 写起来也过于慢 但是 一味的用写比 又显得这个字呢 呃 变化太少 啊 所以这个 行书的这个 这个寿字呢 一般的来讲 都多是 用远比起 起手 和远比收笔 啊 这样 这是这个寿字 在草书当中啊 这个寿字啊 写法就更多一种 多一些 啊 但是常见的 有几种 我们向大家 凑着给介绍一下 啊 最多见的是这样写 这是最常见的啊 呃 关于下方的处理呢 也有人呢 就是写的比较平 在这儿 就这样过来一下 然后从这儿 转了一下 这样也可以 大体是一个意思 还有在上方呢 呃 多加出一横来 一个横画 这样 嗯 得这样 多加出一个横画 也微尝不可 像这种字 呃 比较有一定 随意性 啊 至于最后 点不点这个点 也有随意性 有人就直接 不点这个点 就直接这样写完 就完了 啊 比如说 就这样写了 也微尝不可 啊 但是大家要 混一种 就是刚才我写的这几种当中 要混一种 混一种的话呢 你就心里有踏实 啊 再要说一下呢 就是在草书当中 还有这样写的 这样写 再写遍 给大家看啊 偶然在行书当中 也见有人这样写 所以就问它是行书 还算草书呢 我觉得基本还属于草书范围 啊 但是这样写的话呢 可能有些朋友们 查一查书法 大字典什么的 可能见不到 啊 不仅是寿字 其他的 有时候我的这种写法 你可能都见不到 我只是要告诉朋友们 你不要单一 以书法大字典 为最高法则 因为书法大字典 在总结前任那些写法的时候 并不完整 并不全面 他都搜集齐了之后 那就这本书就远远不只是 那么一两千页的问题了 那大概上万页都挡不住 那些写法 所以有些个 他们是搜集的这些个写法 一个是不完整 不完全 有些根据他们自己的爱 好和厌恶 有所取舍 因此大家 还是要以悲帖为主 多看悲帖 书法大字典 只是一个辅助性的工具 那些东西 并不具备非常高的权威性 因为也是某些人搞的东西 所以大家呢 还应该多看 就是书家的原迹 特别整体的去领摹 这样效果更好一些 今天我们把这个寿字 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